天龙八部不是叫做天龙的八部 是总共有八部种 就是佛教的护法神队伍里面 总共有八种特色的部种 那以天和龙作为首 所以总共有八个 所以是天龙夜叉 然后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些什么 前大婆阿修罗锦纳罗摩侯罗前 就是总共八种 但是最前面的两种是天和龙 所以叫天龙八部 这样可以 这很像那个金庸的小说 但是我们一定要先讲 因为后面还会出现 那天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天 他称为天众或天部或天神 那他的位置 他的位阶 他的位阶在六道轮回我们的上面 就是福分很够 然后每天都香香的 然后通常我们看到他就是很漂亮 不是在跳舞就是在撒花 然后他们什么也不缺 因为他们不会肚子饿 那他们也不会生病 所以也不会发臭 也不用洗澡 然后每天都开开心心的 那他们有很漂亮的宫殿 所以他们常常一开心起来 你知道没有什么好送人家 所以他就把衣服拿起来丢 然后跳舞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拿他的宫殿 拿来送给人家 后面开心起来 他就把他所有东西拿去 因为他就没有烦恼 不缺 所以你说 老师这样讲起来 好像我身边也有这样子的朋友 对 那我们说 你所谓天人的享受 天人的享受 你有这样子的福报 你有这样子的福报 就是你在看待这个世界 或是你活在这个世界上 你的思维 或者说你的遭遇 让我们看起来 就像在定义 在佛教这个使法界定义里面的天 就是一个很好命的人 讲起来 我们之后不久会碰到这个天 这个天是所有世界最顶的那个天 好 那天众 那有时候我们就会叫这些天众叫天人 那记住 那它是一个区块 它是一个区块 我们讲说它几层楼 那33天有33层楼里面 通通都住着都是天人 好 那第二类呢 就是龙种 好 龙 那龙当然是跟我们中国人的龙不太一样 好 那它是管水 好 它是管水 印度人 印度人对 对管水的这个龙字 非常尊重的 因为它 因为对 大部分对于人 人类来讲 水就是一个很神秘 不可测的一个 一个区块 好 夜叉 夜叉这个字呢 在 在中国呢 就被污名化 就说 哦 这母夜叉什么的 好 但没有错啦 这是印度传过来的名称 我们中国人本来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名称 所以有的时候叫夜叉 有时候叫药叉 那它的特色是什么 吃鬼 那你说老师 那吃鬼的不是 不见得吃鬼就是好人啊 就是不是善良的 因为不是鬼都是坏的嘛 那它反正 它也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 很像一个小野兽一样 好 那所以呢 在佛教里面呢 它 它是有 它是有力量的 它是有力量的 但是因为它杀伤力 或者因为它会吃 它不管吃人也好 吃鬼也好 它有时候会吃脑袋的 吃人的血啊 什么的 那所以 它通常呢 是被 第四天 收服的 或者是四大天王 也会收服它 收服之后呢 就负责来帮它管理 它的天界的大门 好 就是 它是天界的保全 好 你说老师 那干我们什么事 我跟你讲 那些天 天众们 他们来听法的时候 他们来参加法会的时候 他们会带着他们 好像带保镖一样 好 而且常常都踩在脚底下 踩在脚底下 好 大家看 下面这个 我用红圈圈画起来 这就是夜叉 这是日本人画的 很可爱 你看到日文 好 这个就是天众 就某个天 好 某一个天神 那它脚底下踩 很有趣 那 我们常常在 我们常常在这个 这个庙宇里面 看到这些 四大天王 它的脚底下都会踩一个 踩着一个 一个夜叉 好 那不是说它 它虐待 不是它虐待动物 是它带它来听课 很可爱 就你去听演唱会 带你家小狗去吧 但是你 你你你去听 你去听佛经 就不能带小狗 那你说 那我也希望我的小狗 能够沾染 能够熏习佛法 但是庙宇规矩 不能不能去 就不能去 可是我每次去到 尤其在在日本京都 看到所有的天神 脚底下都踩着那一个 看起来 它好像张 好像要假装它很凶 我们刚刚看了 对不对 它假装它很凶 可是 它一点都不可怕 因为它已经被收服了 它已经被收服了 好 钱踏婆呢 是一个类别 也是基督教里面呢 它是吃香气的 所以它喜欢香气 大家不用背这个东西 我只是做一个介绍 好 那 那这个 这个 主要是 还是一样 它是音乐 好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 印度人 印度人 他们对音乐 音乐 然后香味 就是辛香料 还有鲜艳的色彩 是非常非常厉害 也就是说 也就是我们现在讲 他们的那个 颜色的感官的 那个敏感度 好 声音的感官敏感度 跟嗅觉感官敏感度 还有味觉 好 所以都是非常强烈的 好 非常强烈的 那他们追求 那个非常强烈 然后非常复杂 繁复的这种 这种 享受的时候 所以就衍生出来 告诉你说 原来这些感觉 它过眼云烟 好 你的那个享受 你的那个快感 是啪 一下就不见了 所以佛教会在 印度出现 是有道理的 好 他们对于 他们对于 感官享受 是非常非常的 敏锐 而且追求 好 非常的 非常的 热爱的 好 好 那所以 钱纳佛 那他是 男生 他有 娶一个天神 你看他们 就是跟 跟这个 跟这个 希腊罗马神话 很像 看到没有 他就是用 用他的音乐 他长很漂亮 他长很帅 不能讲漂亮 很帅 所以娶得到 天神的女儿 好 阿修罗 阿修罗呢 他是福报 四天 但是呢 他就是脾气不好 爱生气 爱喝酒 那 长得很漂亮 也是 一样 也是 去 俊秀 但是就是 经常会打架 那打架又打不赢 他每次跟 第四天打架 都打输 可是为了 一点点小事 他就要去 跟他打架 那打架呢 回来又输 就很气 所以他就 一直在生气 他因为 生气去打架 他打架以后 更生气 这样懂吗 他就是一个 爱生气的 你说 老师 我又觉得 我身边有这样的人 所以其实佛法 我们讲的 好像是 远在天边的角色 其实我们把他 认真的认识之后 我们就会发现说 身边都是这样的人 请你记住 你都讲 你身边是这样的人 你都没有看到自己 别人看你 也许也是这样的 好 因为别人看你 就是说 就是一个 什么 休怕假 对 没事就要找人吵架 好 那 看着电视 也一直骂 看不管看什么东西 就一直骂 我有碰过这样子 当然看新闻 当然会一直骂 看这个争论节目 大家就跟着一起骂 看个连续剧 他也一直骂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在乱编 就是 喜欢吵架 喜欢打架 喜欢斗争 就是争斗 这样子的 一个特性 他就会发 发脾气 阿修罗 这是 这是奈良 心服寺 很有名的一尊 阿修罗 因为 大部分的 佛教艺术家 都把阿修罗 刻得很丑 就刻得很 张牙无掌 像张飞一样 这是很难得 把他刻成一个 少男的形状 你看他的身材 那我们看到他的特写 他的特写 你看连 那个漂亮小男生 生气都好 好迷人 皱着眉头 快要 悬然涕气 就是气到快要哭了 气什么 就气说 每次打都打输 可是每次都很想去打架 就气这个轮回 所以最气是气自己 不是 也不是气别人 阿修罗 好 加罗罗呢 是一只鸟 那一样啊 一样也是 也是护法啦 好 那这也是印度神话里面的一个 一个角色 好 那通常在 在 呃 中国或日本 他就会把他 刻成一个人 然后有鸟的特色 有鸟的特色 就是嘴巴像鸟 然后 然后这边会有翅膀 我这边会有翅膀 那这是泰国的国徽 就是一个加罗罗 好 所以大家知道说 那个影响 那个文化的影响 好 好 金纳罗呢 是一种 半人半马 你看 我们看到 希腊罗马也是有这样子的角色 好 那当然他又是一个什么 会唱歌 会乐器的 的角色 好 那 这个摩侯罗茄呢 是个大蟒蛇 好 是个蛇 那所以你如果看到那个 摩侯罗茄的雕像 他通常是 他是头上盘一个蛇 来做一个象征 好 是 是一个蛇 好 有一种 有一种 象征是这样 他手上抓一个蛇 有一个就是像这个 有没有 头上盘一个蛇 头上盘一个蛇 好 大蟒蛇 那就不是真的用一个 画一条蛇 来吓唬人